天主教信仰课程 耶稣的一生 三点五单元 以行动奇迹去宣讲天国 各位大家好 三点五单元 以行动奇迹去宣讲天国 上课讲述耶稣在宣讲中 用了许多比喻来解释天国的讯息 天国和我们的关系 让人明白天父对人类的连理和仁爱 并对天国临现有些概括认识 然而比喻和现实生活仍有一段距离 耶稣为了让人惊艳天国 以临现在人间的事实 他在传教生活中行了不少的奇迹 让人看见天主的国在现实中临现 奇迹的意义 平常理解奇迹是指一些超乎常理 不寻常的事情 人无法以理智和科学来解释它 然而教会对奇迹的解释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认为奇迹是天主临在的标记 记号 福音中耶稣所行的每一个奇迹 不是为令人惊讶 而是帮助人看出天主在人类中的救恩行动 显示天主的国已临现人间 凭着这记号奇迹 我们能看出天主的慈爱 能力和救恩已在耶稣这真人身上出现 福音中的奇迹 福音所载的奇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驱魔 驱魔尝试最先认出耶稣是天主子来 他的力量极大 可控制极折磨人 使附魔的人苦不堪言 耶稣曾多次驱魔 使人重获自由 而且他只需简单的用一句话 便驱走了魔鬼 二是治病 福音记载最多的是治病的奇迹 共有十五个 且非常详细 除伯多禄岳母所患的是较平常的病外 其他的都为先天或南智之症 第三 复活死人 福音中记载过三次复活死人的奇迹 揭示了耶稣是生命的主人 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力 能战胜死亡 第四超自然的奇迹 福音中的真柄 遍水为久 步行海面和平息风浪 均表示出耶稣具有克服自然的能力 驱魔奇迹 自好覆魔的儿童 马尔谷福音记载 有一儿童附上邪魔 他的父亲曾向门徒求助 可惜未能驱魔 耶稣知道后 向父亲了解儿童的情况 父亲说 孩子从小就附魔 魔鬼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 咬牙切齿 人把小孩带到耶稣跟前 魔鬼一见耶稣 历史使孩子居卵了一阵 父亲对耶稣说 你若能做什么 就联领我们 帮助我们吧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唯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 我信 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耶稣就斥责魔鬼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进入他内 魔鬼使那孩子 居卵了一阵 就出去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耶稣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魔鬼虽力大无穷 使父母的人受尽折磨 但面对耶稣却不堪一击 耶稣为人驱魔 正因为他希望人获得自由 不再受痛苦 邪魔所束缚 父亲的信靠 即可求耶稣增加自己的信德 终让他看到天主的慈爱 奇迹显示出 既然天主已来到人间 魔鬼就要败走了 人可以从过正常 和有尊严的生活 治病奇迹 治愈赖病人 赖病 麻风病 是传染性的皮肤病 按照旧约梅色法律 他们因与常人隔离 住在荒野山洞中 他们必要外出时 要大声喊叫 不节 不节 让人可及早走壁 免遭传染 可想象 赖病人不但受着肉身的痛苦 更因被逼隔离 而受着极大的心灵孤寂之苦 马尔古福音记载 由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 你若愿意就能解救我 耶稣动了连领的心 就伸手扶摸他 向他说 我愿意你洁净了吧 赖病历时脱离了他 他就洁净了 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 立即催他走 并向他说 当心 什么也不可告诉人 但去教师纪检验你 并为你的洁净 奉献梅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但那人一出去 便开始极力宣扬 把这事宣扬开了 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 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 当时赖病人走进耶稣 因为他相信耶稣充满慈爱 及富有大能 不会害怕或拒绝他 并且能够治好他的赖病 耶稣一见到他的苦旷和信德 就动了连领之情 治好他 耶稣的触摸 不单治好他的肉身病症 也治好他的心灵孤疾 耶稣又叫他去试济检验 证明他已眷狱 可以恢复社群的生活 再过正常人的生活 大自然奇迹 平息风波 面对大自然 人自觉渺小 虽然人可研究一些方法 减轻天灾 例如台风地震 带来的伤害 但人无法驾驭大自然 马尔谷 马斗及路加福音 均有记载 当耶稣与门徒上船渡海时 耶稣平息风浪的事迹 以下引述马尔谷福音相关的内容 在当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 他们随离开群众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 带他走了 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 忽然狂风大作 波浪打进船内 以致小船已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一整而睡 他们叫醒他 给他说 师父 我们要上亡了 你不管吗 耶稣醒来 斥责了风 并向海说 不要作声 平定了吧 风就停止了 谁大为平静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 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 他们非常惊惧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平静的海面 忽然起了波浪 小船被抛置 颠簸不堪 门徒表现惊惧 与师父的平静安睡 有强烈的对比 求生本能驱使 门徒推行师父 向他求救 耶稣一生 平定了吧 一句简单命令 使一切恢复 平静安全 让船安稳下来 使门徒看出 师父的大能 令他们询问 耶稣的真正身份 因为风和海都听从他 复活死人奇迹 复活拉扎路 按若望记载 耶稣和马尔大 玛利亚两姐妹 是好朋友 当耶稣知道 他的弟弟拉扎路死去 就前去坟前说 挪开这块石头 以色列人 墓穴前有大石头 马尔大说 主已经臭了 因为已有四天了 但是耶稣说 拉扎路出来吧 死者便走出来 复活起来 人不能改变死亡的事实 但耶稣是天主子神 他创造生命 也四人复生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耶稣以行动 来证实 他是生命的主宰 凡信从他的人 即使肉身死了 但仍会复活 因信者会与他一起 分享他的永恒生命 天国与奇迹 奇迹是天国来临的记号 耶稣的行动 就是天国来临的实性 从福音所记载的奇迹中 我们见到以下的意义 奇迹给我们 揭示了天主的德能 这德能在耶稣身上显现出来 福音说 众人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种能力 从他身上出来 自好众人 耶稣行奇迹时 使人佩服他 并承认在他身上的奇能 奇迹皆是了天主的恩宠和慈爱 耶稣所行的奇迹 如自好患病者 虚魔 复活死人等等 都是帮助人解除困境 使人从得心灵的平安和自由 因为天国来临的意义 是指天主的爱 联领 生命与平安 在现世生活中出现 耶稣所做的一切 使人病愈 起始回生 以及摆脱魔鬼 重获心灵平安 奇迹 成自好贪子 亚巴 龙子 虾子 这使人想起 旧约先知 有关墨西亚的种种预言 都在耶稣身上应验 那时虾子的眼睛要明朗 龙子的耳朵要开启 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 亚巴的舌头必要欢呼 当时的人开始猜想耶稣 就是犹太人一直期待的墨西亚 奇迹是信德的回应 耶稣行奇迹不是为证明自己或吸引人 他行奇迹是因为回应人的信德 甚至要求人发信德 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这说明奇迹建立于信德的基础上 人要相信耶稣才可看到奇迹 耶稣来世的目的不是只为行奇迹 所以他没有治好所有的病 或驱赶所有的魔鬼 又或平息所有的自然灾害 甚至复活所有死人 人对奇迹的不同反应 在耶稣时代 有人在看到奇迹后会表现惊讶 疑惑 有人因为看出奇迹的意义 和接纳他的讯息 便认出耶稣的身份 相信了他 并光荣天主 寄而向四周人传说 甚至表明愿意跟随他 可是不少人看了耶稣的奇迹后 却不相信他 甚至恼怒他 认为他冒认是天主子 或认为他是大魔鬼 才可驱逐小魔鬼 由此可见 人看到奇迹后 不一定会相信耶稣 只有有信德的人 才可看到奇迹 认出耶稣来 奇迹于我们 今天有些人说 若我看到奇迹 我就会立即相信天主 真的吗 耶稣希望我们因奇迹 而相信他吗 人面对困境 自然希望神会伸出手帮助 但这不能变成人 吩咐安排天主去行奇迹 而且若纯粹因为 有没有奇迹发生 而去决定是否相信 这种交易式的关系 也非信仰的基础 如果大家还记得 耶稣面对魔鬼的三次诱惑时 他拒绝了行奇迹 对天主没有信心的人 他们看不到奇迹 圣经中的奇迹 大多是源于当事人或亲友 因为面对莫大的痛苦及绝望 感到无能为力 听闻耶稣这人 于是就走到耶稣跟前 谦卑及诚恳地求耶稣帮助 渴望奇迹本身不是坏事 甚至是一个奇迹 让人与天主相遇 但天主远远大于奇迹本身 人只渴望看奇迹 而不渴望看到天主 遇上天主就像 捉到路不懂脱脚一般可惜 所以人的谦卑和信心 继续深化与天主的交往 才是信仰的基础 虽然今天我们仍有机会 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奇迹 但如耶稣时代般的神迹 也没那么多了 那是否代表天主 以不行奇迹 当然不是 只是天主所行的奇迹 不局限于上述所说的事类 奇迹本身就是指超乎人的理解 和想象的事 固然脖子行走 驱走魔鬼 真柄奇迹 使人复活 是很吸引人 注视他的外在行动 但细想一下 人治愈后 其实也会再生病 复生后 也终有死去的一天 外在的奇迹 要带来更深更大的内在效力 是改变人心及生命 例如 使一个罪人渴望回头 不愿受罪恶束缚 变得有力量改邪归正 使一个失落绝望的人 重建希望及光明 有力量走每天的路 使一个不被爱的人 感受到天主的爱 重获肯定 找到自我的价值 使一个受伤害 而充满仇恨的人 获得心灵自愈 恢复与他人的联系 人时常希望耶稣 能按自己的时间方式 去行奇迹 让我们学习 将自己的困苦交托给他 相信他的慈爱和能力 了解我们的困苦和需要 会在最合适的时间 给我们最恰当的奇迹 身体或心灵的眷狱 性格上的改变 甚至是整个生命方向的逆转 所以若能察觉 个人和生活中不小事情的改变 我们就会发现 天主的灵在和恩事 就会感恩 这就是奇迹标记了 耶稣来世宣布福音喜训 表示天国已经来临 他不只用说话教训 也以行动奇迹 让人明白天主的灵爱 已临陷在人间 耶稣在三年传教生活中 行了不少治病 虚魔 复活使人 及大自然奇迹 让人与天主相遇 帮助人解除身心灵的困苦 以及重拾平安及力量 恢复健康和有尊严的生活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也能有不自由患病 绝望 风高浪急的时刻 奇迹让我们知道 即使在危难中 都不用绝望弃累 只要满怀信心的 呼求依靠天主 我们终能平安度过 以上天主教信仰课程 3.5单元 以行动奇迹去宣讲天国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 CONCOR有什麼 感谢您的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